随着暑假出国旺季的到来 出游的人群逐渐增多 但近日 一起与香港地铁站发生的换衣事件 却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 台湾著名网红丽娜在香港黄大仙地铁站换装 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 许多人留言讨论 甚至有人对此行为表示质疑 据悉 该事件起因于一段由丽娜的同行 有人拍摄并分享至网络的影片 在影片中 丽娜先是套上一件白色瓶口上衣 随后再将其原本穿着的小背心脱去 影片的旁白写道 自媒体也有辛苦的地方 要一直换衣服拍照 虽然丽娜在换衣过程中 没有出现不当的画面 也没有露出身体的敏感部位 但在公共场所公开换衣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热议 目前这段影片已有超过1.4万人按赞 留言中有人对丽娜的身材表示称赞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公共场所的行为过于大胆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 丽娜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反击质疑者 她通过现实动态表示 小朋友也会这样画此外 发布影片的友人也发文解释该事件背后的原因 她表示因为距离厕所较远 再加上她的脚步受伤 所以丽娜才选择在地铁站内换装 她还强调只是套衣服上去 并没有露出任何部位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为了搏板面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小朋友玩水没穿衣服 你要表演一下吗 真的是下戏下截 不断挑战羞耻心的底线 脑袋望在家里 就出国当幼童丢人现眼了 凶大真的没什么根本无脑 没有知名度 想及公众换衣博版面 实际却是丢台湾人的脸 从眼睛到胸部 看不到任何一个原装的器官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